兰卡威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旅游圣地 人口有10万,而华人只占了6% 如果只会普通话,能不能生存? 走我的挑战 首先我们先吃个早餐,就选华人的店来吃 鸡饭 还有什么? 炒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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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讲马来文的 他会听吗? 所以我刚才用中文点餐,他是听得懂的,没有问题 有什么好聊到水吗? 这个有巴尼 还有 点水没有问题 顺便带你看一下兰卡威的海鲜 有什么?一根有巴尼 没有 我很羡慕他啊,为什么?因为他眼睛比我大 这个鱼呢,是叫眼睛大 大鱼 这个多少钱啊? 有什么? 一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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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tizens 华仁 老板可以帮我check方公交磅一下吗? 华文沟通没有问题如果车子坏的话可以找老板 来我们来看剪头发有问题嘛 老板娘搬我剪一个帅帅的头发 15块 15块没有问题 我们来买这里的特产 买土铲 made 一根ío 没有问题 сум 。 它的秘宝 首钞 哇 没有问题哦 现在是晚饭时间 我们选一家中文饼的 吃海鲜没有问题 本体来说 马来西亚朗卡威呢 用普通话呢 是不太行的 因为这里的华人呢 不是很多 担心没有华人的话 你就来找我咯 我带你玩